我們知道吃饅頭 其實是比較養生 對 它比較少油 也比較少鹽 也比較少糖 是 但是麵包裡面的油分 糖分 真的對人體的傷害 其實是比較大的 除非你做的是這種發式麵包 幾乎沒有什麼油 沒有什麼糖的 那怎麼樣讓這個饅頭呢 小孩子喜歡吃 像我們家小朋友 就不喜歡吃饅頭 他除了這個小籠包 所有的這個饅頭包子 他都不愛吃 因為他覺得饅頭會黏牙 是 就是麵包不會 那怎麼樣讓這個孩子呢 或者是年輕人喜歡吃饅頭 我們除了一樣講到 就是小朋友 不是很喜歡吃饅頭這件事情 其實我是覺得說 是沒有給孩子吃到好吃的饅頭 所以你可以把饅頭做得好吃 第一次的經驗非常重要 對不對 如果它是一個到好吃的食物 孩子不會排斥的 其實我們可以利用好的食材 好的手法 把饅頭做得好吃 又好看又好玩 孩子不可能對這道食物 沒有興趣的 我們今天就是來做 就是好看好吃又好玩的饅頭 看能不能把我們的小孩 養得頭好壯壯 是不是 好 我們今天來做的是 一款很可愛很有趣的饅頭 怎麼說它有趣呢 是因為我們今天做的時候 還可以像小朋友在練書法一樣 寫毛筆字 在饅頭上寫字畫畫 這一點我有喜歡 因為我很喜歡寫書法 所以寫得不好 然後待會兒 Maggie又要給我一個 叫作 這個是不可能的任務 因為把一個很難寫的字 要讓我寫 不過這個字 如果寫得好的話 肯定會 這個叫作 對 我們今年要讓 廚娘要發發發 所以等一下會有發這個字 交給廚娘 然後我們先來把麵糰做起來 我們食材有鮮奶 中筋麵粉 糖 橡膜粉 跟橄欖油 和麵的過程很簡單 只要把這五樣食材 和在一起就可以了 那和好之後 我們需要手揉它 手揉大約十分鐘左右 把麵糰揉到完全光亮 如果今天你有攪拌機 就用攪拌機幫你打麵糰 大概時間也是十分鐘上下 好 那我們現在把所有的材料 加進來 我們先來放的是鮮奶 那鮮奶的部分 你也可以換成豆漿 或者是水 但是用牛奶做的部分的話 它會有一個奶香味 那牛奶會起到 柔軟麵糰的作用在 它是天然的乳化劑 那我們這個配方 是沒有加任何化學添加物 因為沒有泡打粉的 再來放一點點酵母粉 再來是我們的糖 那糖的部分 這個今天口感是微甜 有一點甜度 但是不會非常甜 但是如果我們想吃得 更加養生的話 你可以減糖 減一半 甚至於都不要加糖也可以 這樣會發嗎 會 酵母不是需要糖嗎 對 我每次這樣教課的時候 學生也會有疑問跟單身說 沒有糖 老師那酵母要吃什麼 吃麵糰裡面的麥芽糖 對 麵糰裡面的麥芽糖 就會供給酵母養分了 它一樣可以長得很大很漂亮 真的 可是時間要久一點對不對 時間略微久一點 然後口感會稍微生硬一點點 會比較生硬一點 會起到柔軟的作用 對 其實酵母跟糖之間的 這個關係非常的微妙 是 它有糖 它也活得很好 但是糖給它太多 酵母會死掉 會甜死 像人吃太多糖分的話 可能會得糖尿病一樣 連這個麵粉 酵母他們之間的關係 居然是這個樣子 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對 適度就好了 太多就會抑制發酵了 糖適量 然後我們把麵粉跟油加進來 所以油是比較後面加的 對 油後面加 然後我們把它和成麵糰 OK 你可以用橡皮刮刀 先來做前面這個動作 如果你用手揉的話 你的手指會沾滿麵糊 你需要剝直接縫隙的麵糰的時間 會花很多時間 你用橡皮刮刀 它比較不沾 今天我相信了 Maggie老師帶來的 不僅造型好 因為剛剛我已經問過他了 我說好多人做的這個饅頭 造型或者是料理 都是講創意 講這個造型 完全失掉這個食物 它原本的風味 他說你放心 我做的饅頭 一定跟北方饅頭一樣好吃 對 因為我們的 像我媽媽自己是山東人 我從小是媽媽做的 手工饅頭長大的小孩 來到台灣就很... 就會很想黏媽媽的手藝 媽媽的味道 那就盡量把它再複製出來 然後我們這個時候 它已經大致有成團粉 跟我們的液體材料 結合在一起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準備 手工厚面了 那我們手工厚面 大家盡量有長... 手掌的後半段長 跟揉面比較有力氣 配方裡面的這個牛奶加進去 感覺麵糰有一點硬的話 你就可以再加一點水 對 可以再加... 也可以多補一點牛奶也可以 所以你今天這個麵糰會剛好 軟硬適中 軟硬適中 我們提供的配方 做完的口感是軟硬適中的 基本上不會太乾 好 那我們可以移到... 如果它已經成團 你就可以移到你的案板 或桌面來開始揉面 那揉面盡量大家要用身體力量 去揉它 不然你的手會比較酸一點 就有一點像洗衣服的時候 我們稱這個為手洗衣服法 它完全像手洗衣服一樣的動作 那不斷地藉由搓揉拉的動作 讓麵筋的結構逐步地形成 那這個揉面時間大概需要8到10分鐘左右 那如果你不常揉 你可能要揉到12到15分鐘 麵筋 揉面其實是很重要的一環 饅頭好不好吃 全在揉面這件事情上 揉面的功夫如果到了 你這碗的成品 一定是又香又Q又白又亮 好 快好了 再揉一下下 很多時候 我學生都會拿這個時候的狀態 就開始做饅頭 然後正來就說 老師不好吃 很硬 然後都長不大 那現在你麵筋還沒有揉到光滑 還不行 那你多揉一會兒 讓它的麵筋擴展再來做 饅頭就會又蓬鬆又軟又潔白 我們今天這個配方是 純天然沒有加泡打粉的配方 你的麵就要揉好了 如果你的 意思就是說 要揉到它這樣子很光滑 就不會塌陷 真的不會塌 真的不會塌 麵團要揉好 再來要特別留意 就是麵團的水分 如果你的水分比較多的話 也容易塌 很容易塌 很容易 所以寧可硬一點也不能軟 對不對 是 而且其實真正的香 都滿豆好吃又好吃在 水分少 好啦 麵團差不多了 再把它像這個狀態 真的好光滑 稍微把它收個口 揉到像這個感覺 光光亮亮 這樣基本就揉好了 是 好了 之後我們鬆弛一下 鬆弛大概十分鐘 那你鬆弛之後 可以用碗或鋼盆倒扣 不要讓它接觸到空氣 不要會潔皮乾掉 好 經過Maggie 非常努力的左搓又揉之後 我們這個麵團 非常有彈性的麵團 終於揉成了 是 接下來就是 也是非常精采的 要染色嗎 對 我們要先來調色 太好玩了 我們先來調紅色 紅色的部分 我們是用的是紅麴色素 紅麴粉也可以 我們加入少量的紅麴色素 加的量的部分 大家要斟酌 要看你麵團的份量 你可以依照一個 少量多次的原則 一次不要太多 著量去加它 這個麵團 它的軟硬度適中 我們先不要加水分 先揉揉看 如果覺得它比較乾 再來加水分 因為這一份麵團 等一下要來做春蓮 要來做春蓮 用麵團做春蓮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 是 第一次聽到 還可以用麵團寫書法的春蓮 好像更妙了 那我們這個麵團 建議不要太軟 如果你麵團很軟的話 你這一個春蓮 它等一下貼在你的 我們這個福袋上頭的話 它比較不能站起來 它會下垂 它會垮下去 會垮下來吧 所以你看 我們這樣加進去之後 揉開來 麵團硬度就剛剛好 所以這一份麵團可以 大家不要加水分進來 盡量把它搓得均勻一些些 搓的動作 像手洗衣服一樣 盡量是把它從前後 這樣撕拉開來 顏色才會比較快的或勻 其實我真的 我當然很喜歡做麵包 但是我在這邊 也要跟觀眾朋友分享 今天看了Maggie的這個麵團 我希望你會喜歡上做饅頭 因為它其實做法簡單 口感又超棒的 那我們就調好紅色麵團 那我們取一小部分的麵團 我們加一點點的枝子黃 這個枝子黃 它的上色能力很好 所以不用放太多 這樣就夠了 它就調出來會有金黃的顏色了 那我們這邊準備好了三個顏色的麵團 有白色的麵團 紅色跟黃色 然後呢 也準備了餡料進來 這一個早春福袋呢 我們裡面準備了早泥餡 那我們等一下會把它包進來 先來準備白色的麵團 這個麵團我們分割出35克 包入內餡的重量是15克 那35克先來揪一個劑子 好 那襯料好之後 我們就來做滾圓的動作 那我們可以把麵團 從外面往中間收進來 做成一顆球 好 大家有看清楚嗎 這個滾圓的動作 然後就翻面把它做成一顆圓 因為我們這個等一下要把它擀平 所以你的圓不用做得很立體 大致有圓就可以做下一顆了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再來做一顆 那麵團如果沒有使用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用保鮮膜 或你的鋼盆或玻璃碗倒扣 它才不會結皮 那如果說我們的麵團 放置時間比較久 裡面有一些空氣氣泡的部分 那你可以像我這個動作 用身體的力量向下向前 滾壓你的麵團 大概滾個兩到三遍 然後把氣泡擀壓完畢之後 再來做勻 它等一下表皮的亮度會比較好 那我們就可以做收口的動作了 那進來把它從外往內揉進來 揉的時候可以用你的掌腹 然後把它從旁邊收口往內中心收起來 收好之後就翻面 然後就把它再轉成一顆球 如果你滾的時候你的桌子比較滑 比較沒有摩擦力 那我們可以手上沾取一點牛奶 疊在桌面然後再把球放上來 再來滾一次 這樣子你的球會下面的收口 就會收得比較漂亮了 這樣就滾好我們的小球了 那等一下讓它可以鬆弛一下 大概鬆弛五分鐘 我們再來擀平它來包餡 我們需要一根擀麵棍 那我們這個麵團 先把它用手掌壓平 壓扁再擀會比較好擀 然後擀的時候 把邊邊盡量擀薄一點點 那我們上下活動我們的擀麵棍 把麵皮擀薄 這就有點我們在包這個餃子皮的時候 一模一樣的動作 擀的時候可以麵皮略微大一點點 擀成跟我們的手掌心 掌心接近的大小 大概像掌心這麼大 那你擀好的之後就要把麵皮 光滑面朝下 然後想要它邊邊漂亮一點 就可以輕輕捏一下下 它邊邊再薄一點點 有一點弧度出來 好了 然後就放我們的線進來 線丟進來 然後把它用虎口 微微地推上來 這個時候就會 握出一個花紋來的其實 然後再把虎口往內縮 盡量一點點往內推 推進來 讓它變小變小 你每次推完的花紋 都不會一樣 這是手工製作的樂趣 捏緊一點點 你這個口一定要捏緊 如果你捏得不夠緊 麵團跟麵團沒有黏住的話 它等一下發完就自己打開了 那材就漏掉了 就漏材哦 所以虎口要緊 然後縮好口之後 就滾一下下它 這個是要把口 盡量塑得高一點點 等一下震亂型會比較漂亮 好 然後再來是把平身推高 好 這樣子你一個 有點像花瓶型的福袋就做好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要彩繪了 好 這個是重頭戲 是 重頭戲 來彩繪 我們調兩個顏色 一個是紅色的 要來刷瓶子的外身 然後另外一個黑色 當成墨汁 要來寫書法用的 那紅色的部分是用紅麴色素 或者紅麴粉也可以 然後加入一些牛奶 牛奶比較黏性 然後我們用大的筆刷 把它拌開來 那這個水分記得適中 如果你調的很水 你的顏色會淺淺的 看起來是粉粉的紅 那如果你調的太濃的話 等一下發酵完之後 會裂開來 記得像這樣調成水狀 然後略有濃度的水狀 要稍微深 顏色略深一些些 刷下來之後 顏色會比較鮮豔 然後我們再來調一份黑色的 等一下要來寫書法用的 黑色用竹炭粉 一匙的竹炭粉 然後也加入一些牛奶 那這個牛奶的部分 就不要太多了 它調成有點像是 你的那個燕台的感覺就好了 因為如果你調的很水的話 刷上來的時候不是黑色的字 是灰色的字 會比較淺一點點 我們用這樣慢慢把它 攪拌開來的方式讓它化開 因為牛奶比較濃 你需要多拌一會兒讓它整個化開 記得不要太多牛奶 好,那上次的部分呢 你就把瓶身讓它站起來 然後從瓶的上端這樣刷上來 彩繪你的這一個浮帶 然後我們從下往上慢慢刷上來 因為我們想要引導出 白色內裡的效果 所以你裡面就不要刷 你可以在皺褶的地方 刷一點點,帶過它 一點點就可以了 好,這個時候讓它先休息 稍微乾燥一下 我們調出來黃色的麵糰 那我們等一下先取一小份 來搓出麻繩來 在桌面上大力的滾它 盡量把它搓得細一點點 那因為桌上比較滑 比較不好做 你可以把它的手掌心 比較有摩擦力 那這個繩子要稍微搓得長一點點 因為我們要綁好幾顆 那這個長度就可以構作一到兩顆了 把兩頭對折 對折之後 你可以像你麻花一樣 把這個麵糰從逆向 左右手逆向旋轉 一個往上,另外一手往下 就會有麻繩的效果出來了 然後我們把它細上來 細在你這個束口的地方 讓你的柴氣不要外露 然後真的要打一個結 會有那個... 等一下正來還是會有打結的效果 把柴氣綁在裡頭 然後我們輕輕拉一下 記得是輕輕拉 如果你大力拉 麵糰會被你拉得很細 把多的地方用手指掐掉 這樣就綁好繩子了 真的是活領活現 你的福袋就... 你的福氣就被束起來了 就不會露柴了 然後再來 我們就來做我們的春蓮了 我們要在那邊貼字 以前有... 像是以前我們那個米糠 有沒有,都要貼一個紅字 有沒有 都會寫一些祝福的話在上頭 這個就是我們等一下用的春蓮 是 把它先擀開來 擀的時候留意厚度不可以太薄 如果你太薄 這個麵糰等一下也會站不起來 你可以正反面擀它 比較不會回縮 你擀好之後厚度 大概有0.1到0.2公分左右的厚度 這樣比較適合 然後再拿一把小刀 切出我們要的春蓮 真的好像在做勞作 然後在玩那個紫黏土 這是... 今天我們紫黏土的材料 是用麵粉做的 是可以切得一分黏土 完全無毒 好 然後你看這樣採好正方形 把它掉頭 就變成菱形的春蓮的樣子了 然後再來就要... 寫字了 對,要讓大家揮好了 這麼小的紙片 對 還要揮好 然後Maggie還說 叫我要寫發字 老師,我可可不要 不然我要下來一句話 在這麼小的裡面寫發 好難寫哦 一定要 我要寫財 要寫財 發財 然後春福 都是很有代表性的 春節的祝福 其實我最想寫另外一個字 叫作安 我要寫安 沒問題 那我來寫福 你看我們這個春蓮就寫好了 你可以寫福氣、安康都好 好 來 然後這個是福 對,這個字寫好之後呢 我們在福袋上面 剛剛擦過有水分 所以它是黏黏的 我們就可以把它貼上來了 那前面有這個鬚鬚 那我建議大家貼旁邊 就是你可以看到 你剛剛精心製作的這個麻繩 又可以看到你寫的字 你把它貼在它的側邊 那這樣貼的時候 貼高一點點 然後貼好之後 稍微壓它一下 因為它有點黏住 但在壓的時候 因為那個黑色的墨汁 還沒有蓋好 對,所以你要去壓到它 對不對 油漆未乾,請不要壓字 對 壓字的旁邊 所以一定要寫油漆未乾 請勿靠近 來,春蓮姐的這個安字也放上來 平安就是福 這個時候造型就已經完成了 我們就可以送去發酵了 我們準備好蒸籠 然後呢 蒸籠裡面我們已經 鍋子裡面有加好水了 那這個水的部分 提醒大家水量不要太多 大概將近五公分以內的高度就好了 然後你要把它煮熱一點 大概煮到像洗澡水那個溫度 大約四十到四十五度 那你摸摸看它不會燙手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把我們做好的成品 就放到蒸籠裡邊來 好,然後就放在蒸籠上面靜置發酵 那現在天氣比較涼 你大概需要發一個半小時左右 如果夏天天氣比較熱 這個氣溫在三十度以上的話 大概發四十五分鐘左右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蓋子蓋著 那蓋的時候記得虛勻 要留一個小縫隙 大概留個一指寬的縫隙 這樣子可以調節裡邊的濕度 它比較不容易 等一下你的字都暈開來 那這樣靜置發酵 等一下它發好之後 會呈現一點五倍左右的大小 你摸起來這個福袋變得軟軟的 它現在是QQ硬硬的 那等一下你摸起來 只要像是手掌這個位置 有彈性嫩嫩的就可以蒸了 這個時候就是剛剛好 裡面鬆軟 那你這個時候下去蒸 這反正保證好吃 我們用這個山東精神 那媽媽是山東人 非常會做這個面食類 所以她剛剛到現在 所有的手法呢 都是非常傳統的做法 絕對沒有因為說 我今天要做一個造型 然後我就加很多添加物 因為畢竟是要讓下午孩子吃的 對 家人感覺幸福的 這是Maggie昨天晚上 她提早製作好的 要送給觀眾朋友的福跟發 那看過這一集的觀眾朋友 你是不是會很心動 因為真的很簡單 而且裡面的這個手法 大家一定要學會 就是說很多人知道 蒸饅頭就是很容易塌陷 幾乎是每一個學做饅頭的人 沒有人說 我從來蒸饅頭沒有塌陷過 老師你有沒有塌陷過 我這個... 它的一塌糊塗 所以大家有信心了吧 對,剛開始做的時候 一定會失敗 我說我做失敗了 可能跌起來比透天還要高 因為剛開始 媽媽也在內蒙古那麼遠 她也沒有辦法幫我來指導 我們就土法煉鋼 從零開始 所以大家剛開始做失敗 沒有關係 你就多做幾次 真的失敗來成功之母 而且你的家人會很捧場 他們其實很支持你 因為你自己手工做的東西 但怎麼樣也是健康的東西 對啦,就算失敗 你就只好 像我們家失敗品好 可以堆的跟巴黎鐵塔一樣高了 對 真的是送給別人的都是成功的 家裡吃的都是那種 塌掉的這個饅頭 那怎麼樣能夠不塌 你就是按照Maggie老師的做法 是 一步一腳印 你一定會成功 是 你一定會發 那我們希望下次有機會 請Maggie再幫我們介紹 更多小朋友喜歡的 讓家人可以非常開心的享受 好吃又好看 又很營養的這個饅頭 叫饅頭沒錯嘛 其實北方有包 現在叫包子 對,那我們這個可以 叫做福袋包 福袋包 這個北方真的也有這樣子的做法嗎 北方其實沒有 因為我們所有的做法跟造型 都是新的做法 其實是創意嘛 對,但是手法一定是 還是傳統的做法 對,但是致面的手法是 完全是傳統的 非常就是經典的做法 所以只要你把麵糰做得好 把發酵多留意好 然後多做幾次 你一定可以做得很成功 然後你可以把食物做得很健康 很美味又很有趣味 然後我覺得健康 就是最大的福氣了 可以把健康的食物 做給你的家人跟朋友 OK,好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希望今天的節目 大家真的不只喜歡看美女 還可以看到這麼棒的一個 饅頭的這個做法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囉 謝謝大家 謝謝Maggie 謝謝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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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 Rey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